再来一系列议会的消息 首先来关心的是县议员林哲思 针对了65岁以上长者健保费补助 少子化对学校教育的冲击 校园、应急设施安全 以及郭中小学营养午餐标案争议等议题 向县长许正卫 以及相关举处首长来提出质询 今天上午议程县政总职群 首先请林哲思议员询时间50分钟 县议员林哲思表示在第一次的定期会时 就建议县府针对花莲县65岁以上的长者 给予健保费的补助 目前除了六都之外 吉隆市、竹北市以及里岛 都有依照各自所辖的县市财政条件 提供辖内65岁以上的长者健保费的补助 希望县府在相关财政上 能够逐年编列预算给予补助 花莲县政府是一个负债的县政府 所以我们在非常谨慎的裁券永续里面 你看全台湾哪一个县市不是负债 当然就是预算你要合理的分配嘛 你各局处当然我们都觉得 各局处很努力很认真 但是总是可以合理的分配各局处的预算嘛 这个部分就是看 我们的县市首长要不要做而已 那我们花莲其实办了很多不必要的活动 那与其办这些活动呢 倒不如把这些预算好好的分配 那拿来照顾我们65岁以上的长者 那健保费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主要是针对就是教育的部分 那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少子化的问题 那所以花莲呢 也很多就是越来越多30岁以下 不是30个人以下的小校的数量越来越多 那这样的状况呢 我是希望我们的县府能够更积极的来协助 跟从旁协助这些学校 那发展他们自己具有他们自己特色的一个教学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提了几个有关学校 小朋友安全的一个案子 那在这些案子里面呢 其实都攸关我们小朋友的安全 那我提的案子呢 最早的有从5月份就已经提了 到现在半年了无消无息 那如果县政府真的 民政处没有能力做好这件事的话 我们责成教育处来统整 来调查我们全县花莲县 所有的国中小学校 那都如果有这个安全疑虑的案子 我们优先来处理 林哲市议员也质疑 以卫福部目前所提供的资料显示 扣除县府以补助的健保费 一年的健保费约3.72亿 但是县府111年度总决算 仍然剩余14亿多 怎么会没有钱可以编列相关的预算 县政府已经有补助65到69岁 以上中低收入户的人数 那跟70岁以上是由中央来补助的 中低收入户的人数 那扣完之后呢 大约还剩58000多人 那这个呢他们都以就是我们 一个支付健保费支付额最高的826元来乡 那乘出来的预算数呢 大概就是5亿8000多万 那卫福部回复我们的呢 因为卫福部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单位 那他回复给我们的都是用实际上 他们所收到的金额 就是说他在112年9月份 他所收取到我们花莲县65岁以上 长者的这个健保费的支付额呢 总共是0.31亿 那0.31亿元呢 这个是已经扣除了 所有我们政府机关 他已经有补助的0.08亿 所以就是换而言之 就是说我们一个月 如果补助我们花莲县65岁以上的 长者健保费的话呢 一个月的金额大概就是0.31亿元 那乘以12个月呢 就是一年大约需要3.72亿 那这个经费才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而不是县政府用这种 就是模糊的算法 来误导我们所有花莲县民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